大家好,這就是我們的完成品 是我負責設計的單位 來到大門口的左邊 是洗手間的所在地 兩旁有收拾櫃 洗手間有一個全闊的鏡櫃 以及半腰的地櫃 要配合門口的闊度和使用性 地櫃就不會做到很闊 但鏡櫃就做到盡闊 令到空間感大大增加 在廚房裡我們保留原有的防火門 合乎消防條例 所以我們配合客戶選購的電器 例如洗衣機、煮飾爐、抽煙機 去量身訂造一個L型的廚房地櫃和吊櫃 廚房設計一般都會用防火的膠板 始終廚房大家會有一個第一印象 就是要煮食 所以物料方面一定要耐熱 第二件事大家都會想 就是廚房有些油煙 會令廚櫃很容易變形或變色 所以我們會想用一些比較漂亮的物料 加上表面是比較容易打理的 其實我們整個單位設計的重點 就是用一個箱面的衣櫃和儲物櫃 去將空間分割 這邊是兒子房 另一邊其實就是主人房 在兒子房這邊 我們的床會升高 但我們在設計上花了些心思 令兒子坐在床上 都不會覺得空間很壓迫 他不會頂到頭 這個空間就是客廳的空間 我們利用了箱面櫃的側面 去完成了一幅電視牆和暗門 由於原生的單位 這裡是沒有牆身的 所以我們透過它 暗藏了一些電線和電視的管道 在裡面 而機電影盒也藏在其中 而這個暗門就是主人房的通道 主人房衣櫃就是雙面櫃的另一面 櫃門用上屋主喜歡的桃紅色 非常搶眼 房間擺放了雙人床之後 還有走動空間 設計師還在牆身掛上油畫 令整個空間的品味大大提升 其實這個單位我給了自己90分 首先大家可能看到一些片段 就是覺得這個單位其實已經很小了 只是二百三十二尺 還要包括廚房、廁所 可能實際廁的空間只是一百多尺 還要多隔兩間房 那會不會隔完房之後 只要入房間就立即跌落床呢 或者就算我大些空間 會不會沒有位置儲物呢 其實我們現在做了出來 都發覺儲物量是足夠的 它可以有自己的衣櫃和儲物櫃 隔了房間之後 廁的空間也不會太小 單位住了媽媽和兒子 這次妹頭就會代入一位兒子角色 看看這間經過設計後的公屋單位 是否住得足以應付生活需要 看家屋裝修得如何 先看看 真的很新鮮 也挺骨子 這麼多道門 一、二、三、四、五 加起來大門有五道門 即是很多房間 這個也是櫃 先看看 拉出來的鞋櫃 有五層的 又是每層可以放兩對 也可以放很多鞋 這間公屋我給很高分 它進來不像住在公屋 因為它是豪裝的 在公屋來說 而且它有很多櫃 周圍都是櫃 一想到的所有拉圖都做到櫃 變了很多儲物空間 所以進來整間屋是很整齊的 沒有什麼雜物 廚房放了洗衣機 之後有兩個爐頭 然後又是很大的窗 看到一條河 挺好景 在這裡煮菜也挺舒服 這裡煮食 然後是L字形的廚櫃 這裡切完東西洗完 就馬上拿來煮 挺方便 雪櫃呢 雪櫃就放在廳這裡 不過其實也很接近 有些朋友來這裡拿東西喝 也很方便 雪櫃很大 看看 這個一定是我的房間 對, 這間是我的房間 媽媽設計得我爬上去睡 可以做運動 不過樓底也算高 所以也沒什麼壓迫感 這個就是我的衣櫃 看看 我的衣櫃 不要以為門口只有這麼小 其實它很大 因為它可以伸展到這個櫃 都是放衣服的 其實衣櫃很深 放很多衣服的 穿下面這些格子也可以放衣服 然後這些都是櫃 當然 這些就是放一些家裡的衣服 底部 全部都放在這些櫃 我放了很多東西 好, 還有書桌 書桌 之後這個雜角位也不放過 也可以放很多照片 雜物等等 看看它有放的如何 這裡一勒都是衣櫃 難怪我的床升高 我床升高了 下面的空間就是給它做衣櫃 它的衣櫃也挺大 四道門那麼大 進來這張床 雙人床 很光亮, 你看看景色 還有這個 媽媽真的很貪美 你看它的耳環 特地製造牆 讓它刺一些飾物、耳環等 這個就是它的飾物櫃 屋邨一般的生活配套都很齊全 村內的商場有街市和食市 超級市場和生活雜貨店都很齊全 而村內也有多項康體設施 例如兒童遊樂場、各類球場等等 至於交通 屋邨各條馬路就是港鐵石門站 附近也有巴士接到沙田市中心 也算多方便 這裏我無論空間有多小 有多少的限制 都會阻礙到表演的疫情 在這裏我一樣可以跳舞 一樣可以高聲地唱歌 很想蒼蒼蒼我沒有靈魂 但你賺我性感 比穩就算空下著你做人的趣味 別流淚深酸 更不應捨棄 我越流淚 目雪水中多便魂 誰也清誰也靜 有情似水外共永 謝謝 對於住小屋的人來說 或者這一刻環境會比較迫 但這不代表你未來也會這樣 花點心思設計 加上家人一起生活 已經可以很滿足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